两道水柱喷向缓缓进入停机坪的全新A350客机 机身右侧可爱的大猫熊彩绘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这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对四川航空来说可是憋剧意义 今天抵达的这架熊猫版A350 是我国内地首批引进的A350机型 也是目前世界最新一代远程宽体飞机 可爱的猫熊涂装被大陆媒体形容是科技范儿十足 却充满呆萌欢乐的色彩 堪称史上最萌 而穿航的彩绘机上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 则是在2008年往来成都台北间的航班 喷上了美在四川情细两岸紫样 表达台湾对原著汶川地震的感激之情 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迎来新飞机穿航空服员也换上全新服装 在阶级仪式上跳舞亮相 气氛绣连衣裙 一身穿航红与黑色搭配 展现专业 端装与稳重 是四川航空创办以来第七代制服 从这一刻起 这抹穿航将与大猫熊一同翱翔天际 也代表中国大陆规划的空中思路正式上线 近年来 我国推出熊猫之路国际航线发展计划 国际航线已经通达亚洲 欧洲多个航点 四川航空总共14架空中巴士 A350订单 再加上现役12架A330与123架A320 让川航已经是目前大陆拥有 规模最大空中巴士机队的航空公司 而大陆与空中巴士的合作还不止于此 从2008年开始 总部设于法国的空中巴士 还将第一个欧洲以外的组装厂 设在大陆天津 足以显见空中巴士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比如说像一款320的检丘门 电子舱检丘门 我们应该能够达到它唯一的供应商 也就是说它把所有的生产 都放到我们中国进去 这就是它们对我们的信任 2017年空中巴士又加大 与中国大陆的合作 增加A330的喷涂与座椅安装工厂 并定下将在2020年 交付大陆2000架科技的目标 将大陆市场份额要一举突破50% 这让竞争对手美国波音公司 开始出现危机感 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大战 相对敏感的时刻 不论是空中巴士 想要借此占领中国大陆市场 还是中国大陆刻意要与空中巴士 拉近距离 多让这场航空界的市场争霸 格外引人注目 记者望成熙有众配综合报道